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TALKING COIN 此位在HRBB 那么今天我讲的题目叫做 从西藏的打质货币来看看清末对朝鲜和西藏的确权行为 那么这枚乾隆宝藏 这是一个叫做薄片银元 它只有四个纪念 乾隆家庭道光和寻通 因为其打质工艺符合PCGS的评级范围 所以我们汉地的铸造的前程 其实是因为不符合PCGS的评级范围 所以你可以看到PCGS带中国这样的最早的评级币 就是这些乾隆时代的西藏硬币 那么为何没有西藏风同志和光绪宝藏呢 因为太平天国起码中国本土陷入了内战 那么在这个阶段对于西藏的控制其实是相当薄弱的 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 西藏是一个半独立状态 那么一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去北京 见了慈禧和光绪后 对西藏的统治才得以恢复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末代的宣通宝藏 那么清末 政府由于逐渐接触了西方的主权和现代的国家概念 对于清国的附属地区逐渐进行了一个叫做确权的操作 这个确权的这两个字是我同学告诉我的 我觉得也就是确认关系 我觉得这个名声很恰当 就确权的过程当中 西藏是比较成功的 朝鲜就彻底失败了 我们说说朝鲜嘛 对比的朝鲜 那么朝鲜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国家他曾经使用古汉语作为官方语言 然后他的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华夏族的祖先 我不说汉族 因为有些祖先更早 那么比方现代南朝鲜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吧 他其实是李氏朝鲜 这个王国一直到帝国的末代皇祖 李氏朝鲜这个李氏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他其实就是中国的隆西李氏 他是妥妥的这个士族子弟 老子的传人 所以南朝鲜的国旗就是太极旗 因为老子是道教的发起人之故 那么朝鲜更有趣的一点就是 中国大陆高中历史教科书 谈及马关条约是没有第一条的 我们就是主动的把马关条约的第一条删掉了 第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 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奉献典礼永远废职 为什么要删掉这第一条呢 言而道理没有官方的答案 一般的理解就是大陆文革后 我们搞了一个叫做版图地理历史学 也就是说他的用词就是说什么地方自古就属于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不属于中国 他认为也是自古就是如此 如果一个高中生知道朝鲜原来不是独立的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版图地理学就破产了 所以不能替朝鲜从中国独立 必须模模糊糊的把这个事情 让大家以为朝鲜自古可能是个独立国家了 那么在晚清朝鲜和西藏的喀下政府 东江的哈密国 缅甸 安南 琉球等都是清帝国的附属国 最终经历了确权的努力 民国时代废除了哈密的回王 解放后废除了西藏的喀下政府 也就是说保住了哈密国和西藏 但其他地区基本上的东国都分开了 那么晚清的朝鲜 你的实际统治者是袁世凯了 年轻的总督袁世凯 他有朝鲜的军事和人事权 袁世凯有点像梁武帝的 都是少年英雄 他成为的时候就26岁 然后担任总督也就28岁 可以说是清代最年轻的 非满洲世袭贵族的总督了 袁世凯在他的任上 其实像当时主政的李鸿章 写过一篇叫做朝鲜大局论 他当中说到 就希望把朝鲜王给废了 进行设置行审进行管理 然后他的建议也得到 清末的状元张建的响应 为此张建还撰写了 朝鲜上后六册向清廷建议 也就是废除朝鲜王国 设置朝鲜绳 袁世凯和张建其实蛮有渊源的 他们两个人之后还共同合作了清帝的退位招数 张建所说的第一版 袁世凯特地加向了 满汉猛回藏武族土地人民几个字 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土的法理基础 但当时他们的建议显然没有被当时主政的李鸿章认可 反而换来一顿呵斥 事则他们两个是多事 显然袁世凯和张建对朝鲜 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认知 远超过当时的人 尽管清帝国没有保住朝鲜 但是清帝国辗转地保住了西藏 这也是挺奇怪的 因为和清帝国争夺西藏的英国 它是有点手术两端 它希望保持西藏的半独立状态 作为缓冲区以抗衡中俄 那么和清帝国就签订了条约 确定了西藏的主权和清国 而清帝在拉萨保持了注尽 发行了汉字和满文的打字货币 西藏的嘎夏政府 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就驱逐了清国的住房群 此后几十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 十四 此后的几十年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热政活佛的时代 基本上和中国内地政权 就没有太多的联系了 嘎夏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汉人 相当的少 仅有少量的商人可以进入 而西藏除了金沙江凉 偶尔的汉藏冲突外 处于一种半自治的 其实是偏独立的状态 但是因为和清国签订了这个条约 而中华民国是清国的法理 有继承的关系 所以呢 英国和英属印度 一直尊重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当时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既然如此 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 所以你看到清代的西藏多注币 都写着中文 写着乾隆保障 嘉庆 道光 宣统保障 但之后各下政府的注币 完全去中国化 丝毫没有半个汉字的影子 最终 中国世界统一后 不得不接受回归中国 这样一个现实 而朝鲜 你去看朝鲜的货币 满是中文 整个文化甚至比中国更中国 但现在居然是外国人 好了 和大家分享这位 乾隆六十年的西藏英币 谢谢大家的观看